近日由黄晓明监制并主演电影《最后的真相》 现场花絮在社交平台上曝光 引发网友关注 视频中黄晓明正在与女演员王颖璐拍摄 被女方狂伤耳光的戏份 为了更好地呈现剧情 黄晓明要求对首戏演员王颖璐不要有负担 直接真伤自己耳光 等到真正开拍因为一直达不到要求 黄晓明被打了十几个巴掌 甚至最后还出现了耳鸣 可以看到黄晓明当时的表情非常痛苦 一只手捂着耳朵蹲在地上 结束后对首演员王颖璐连声抱歉 还一直在默默流泪 黄晓明反而安慰他说 没事没事歇会儿就好了 并笑颜舒服得很 细演好了其他都不重要 随后还安慰对方拍戏最重要的就是追求真实 不过还真的挺心疼小明哥的 一切都为了角色 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对手之间的相互成就 对于演戏 小明哥一直保持着敬业精神 从来没有懈怠 此前最后的真相预告片发布 预告中 严妮和黄晓明两人一言审理都是戏 寻疑氛围感十足 两人都是实力派演员 不知道此次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 最后期待这部影片的上映